好,我是宝石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市场有意思的学习的标本器物 到地餐来了 这边这个师傅这里有很多标本 我们看一下 在景泽镇这边有很多这种石片出来 给大家大概扫一眼 这边有些很开门的一些铲片 比如说这种晚明清初的这种玉壁底的 比较清早期的这种花卉 这种晚明时期的一个铲子莲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典型的清早期的 一个松鼠葡萄纹的一个盘底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明成化的一个 这些都属于反正比较多件的 普通的一些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这种中和足的一个碗 里面是海螺的这么一个碗 这些都比较多件 都没啥问题 这个斩头是缠的 也是难送的 也没什么问题 这里有一个红柚堆白的煤瓶盖子 看一下 这个煤瓶盖子 它的状态 这种等级是相当高的 这个煤瓶盖子 它本身倒没什么年纪 所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这个柚做的也很飘 很散啊 整个柚水调得非常差 堆白也不自然 这个没什么年纪 但是它局部这个细部的胎质和做工 还是蛮有迷惑性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蓝柚堆白的龙纹 这种以前给大家说过 在元代蓝柚堆白 除了盘子 就是煤瓶上面就有 这个东西明显不是属于盘子 也不是煤瓶上面的一个造型 一个那种罐子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个东西包括断面 你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知道这一类器物 你才能够反推这个标本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高等级的标本 其实它比你玩官窑整器还要难 因为它给你的局部的信息很有限 而且因为这种是残器 很容易迷惑人 所以我以前一直说 就是玩官窑的标本 它其实是在所有收藏里面 其实是最难的 也是最顶层的一个人群玩的东西 因为它要求你的知识 要更加丰富 不然就容易错判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标本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标本也做得蛮好的 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造型就知道 它是一个玉湖村的 偶尖部这个局部 然后上面堆了这么一个吃龙 上面画的这种杂宝纹 底下是一个这种橙质连纹 那么这种典型的这种东西 它是圆青花的一个纹饰 但是无论是发射 还是说这种堆吃龙的做法 这种堆吃龙 其实是到明中期以后才盛行的 在一开始还没有这种做法 在玉湖村上面有堆吃龙的做法 这种青花也比较的平铺直续 没有那种圆青花的一个深入感 但它右面做的还可以 这种状态感觉做的还可以 尤其是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是工地挖出来的 尤其看看这个里面 你们看一下这种状态 就是从断面上来讲 也有一定的迷惑性 就是这个胎字 断面上来讲 就一定的迷惑性 这个断面 这个东西我们还得再研究研究 展个心眼 留个心眼 包括这边有一个这种 南宋隐青的一个盖盒 这种也都是不对的 但是你得看过才知道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来讲 就是让大家能够多长经验 多避免买到不对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敬请关注 学习